BL界的金雞夾 直到我下巴了好不好 我只能說小壽很偉大 BL界的東西都發展成什麼樣子了 這雞真的是越來越 囂張了 人間凶器的感覺了 這我們真的可以播嗎 我不知道欸 我們會不會整支影片都會一直 BP 雞雞可惟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副社長NIKI 睽違兩年 這個系列終於又回來了 就是我們 BL界的金雞獎 台灣有金鐘獎有金馬獎 有馬當然也要有金 金雞獎呢 其實顧名思義就是在我們 BL界的奧斯卡等級 神般的 磅藍大物 忽有磅藍大物 八三倒數而來 大於金雞獎也 如果有看過2022年的金雞獎的小豆腐們 大家可能會覺得 可能稍嫌的不一樣 因為我們當時呢 是以我們團隊 挺出來的10個 然後我們來去做 排序公佈前三名的榜單 但今年的獎項呢 我覺得我們就開放大家 就是海選報名 讓網友們來寫出 他們心中就是最厲害的 不管是胖也好的雞啊 或是 長如鞭子的雞都好 收集網友的這些資料當中 就是我們現在準備了10個 被人家提到的 以及呢 我們就是團隊 大家心中就是覺得 欸 還有一些什麼肉網之旅 都可以把它放進來 不妨可以看看 你們心中的 Top1 金雞 有沒有入圍 那有沒有上榜 如果你們是對這個獎項 下半身重量級的人物 非常有興趣的 小豆腐 那就一定要記得繼續看下去 在開始影片之前呢 請不要忘了要追蹤一下我的副頻道 還有Instagram 那邊都會分享一些生活日常的大小事 那我們就來開始今天的金雞獎公佈吧 2024金雞獎 GO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欸 第一個是我們 變溫動物的全彩線 這邊是 色色的那個 我們自己看就好了這樣 為了維護YouTube的那個 頻道安全 它大概是兩個的手 那我覺得這個 如果要參加我們金雞獎的話 可能它是稍閒的有一點不足喔 因為我已經看過很多很厲害的人 可是你不覺得它光影化的人 就是它吸上面的 光影化得很好 我覺得老師有在 有在雕琢他的光影你知道嗎 有亮亮的 它在閃光 有沒有很有亮 小時候的遊擊飯來了 大家看影片的時候 應該是晚上8點的 那你們明天中午可以吃遊擊飯 記得吃遊擊飯好不好 OK 再來第二個 喔 喔 阿虎喔 鍾琴雲虎的阿虎 喔 很多人投他是不是 喔 他已經有開始出實體數了 所以有其實蠻多台灣的讀證 應該都知道 阿虎也是蠻厲害的 只是那個腳穿霸板 那個色色的畫面能不能再拉大一點 我每次看 我都不知道是我老人家就是眼花還是怎麼樣 格子很小 然後我都看不到 看電子說的快樂是 你可以把那個雞放大再放大 可是實體書 你一頁又分成三格或四格 然後雞就變超小的 老師吧 他的雞畫這麼大 你們居然把他的雞放這麼小 好啦 有點可惜好不好 實體書我覺得對我也可惜 狂野的持久度來講的話 我覺得阿虎肯定可以幹掉這個 柴仙哥哥 因為畢竟人家可是可以直接殺一頭豬 還直接把豬扛在身上 阿虎我覺得這名次應該會不錯 好 再來 第三位 好這位是我們2022年就 就是有出產過的選手之一 就是 巨人族的新娘的凱烏斯 這個是巨人 就是種族不一樣的情況下 真的是很難比 其實我至今也覺得2022年的那位 第一名也是很難有人超越他 因為他不是人 他就是人外啊 翻滾床單的情況下就是 小時候就是有龍乃大呢 黃衣真的是不愧是黃衣啊 這我覺得很難有人可以幹得掉他 我覺得BL的是不是都 要別毛比較 等一下我會幫有毛的加點分 你看這巨人 然後連一點毛都沒有 是不是有稍嫌那麼一點不大合理 但是凱烏斯也是厲害 厲害的我都放這邊 第四位選手 水邊之夜的呂泰舟 他是算駐了名的胖胖雞 對 就是那種有肉的那種雞 易璇一直嫌棄說 你那邊太胖了 坦白說要跟大家科普一下 女生來講的話呢 你要選長還是大 一定要選大 女生真正有感覺 只有前面三公分 他再怎麼長的後面都感覺不到 直徑的胖才會比較有感覺 但是 男生的構造跟女生不一樣 男生的話他需要長 他才有辦法用到前列性的部分 我個人覺得 泰州是另外一種發展 我覺得也是可塑性蠻高的 暫時先把他列到這邊好了 再來第五位 我們已經過了一半了 第五位選手 喔 強 薔薔薇與香檳的凱薩 凱薩哥哥54公分 外國人 30萬的還可以覺得 OK 54 到底吃什麼長大的 因為像凱烏斯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凱烏斯他現在這個狀態是 基本上是到他胸肌這邊 胸部 然後凱薩這個基本上 也是在胸部了吧 這很誇張 你要想54公分是什麼程度 30公分是這樣 然後再 24 大概是這樣喔 直接到我的下巴了好不好 我覺得他跟凱烏斯 現在已經是 人間凶器的感覺了 然後 這個是我提名的 蜜桃少年的 災疫大人 他也是非人類 因為他是算神領域的等級的 這張圖是我給你的那張圖是不是 但其實不是他最大樣 還能更大呀 他一開始登場的時候 是簡直 真的很誇張 因為那時候他是 沒有理智的時候 他真的是有理智的時候 你看喔 其實他實際上只到腹肌的程度 因為他沒有到胸腹 因為他沒有到胸腹 因為都太恐怖 然後我覺得最寫實 最接近真實的 器官的話 我覺得災疫可能會比較類似 狂野的感覺 他的跡象沒有青筋 因為像凱薩 就是很光滑 沒有很雕塑他的線條 然後他們的青筋都很細 看得出每個老師的畫風 真的不大一樣 第七位選手是 心死裡面的周寨金 好 PTJ的周寨金這樣子 這樣子的感覺了吧 鼻臉還要長 你看是不是鼻臉還要長 但是因為周寨金的臉完全是我的菜 這個小公真的是就是很帥 所以我願意為他幫他加幾分 以我這樣子看下來的話 我覺得視覺疲勞的情況下 這個有點雞雞可危這樣子 雞雞可危 雞雞可危 他可能到胸部的以下一點點而已 嗯 好如果我要幫他加分 就是因為他的男子氣概加分 就是長得帥 第八個 危險便利商店的范健佑 那他在2022年也有出現過 然後我發現就是 其實才睽違兩年 表界都發展成什麼樣子了 這個雞真的是越來越 囂張了 因為我記得我兩年前 看到范健佑的這個的時候 我是覺得很厲害了 但是我現在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好像就比較沒有那麼的特別 能幹的平凡 你要輸金雞獎的話 我覺得這個可能危險 危險 第九位候選人 我是覺得他 有在努力的雕琢他的青筋 很吸管 就是很強 很吸管 他就是 這我們真的可以播嗎 我不知道欸 我們會不會整支影片都一直BP 最後一位壓軸了是不是 好我來看一下 第十位選手是誰 喔 喔 他應該算正常尺寸吧 我覺得 第一關是愛許 因為我覺得愛許的個性 因為太了解 他就是那種 搖鬼假設你 因為他是Alpha的甜心 就是想要做 可是他又會 就是很精神 然後發情期的自己躲起來 我覺得這什麼 他怎麼沒有善用他的那個 然後也不承潔 Alpha怎麼可以像他這樣子 呂泰宗給我出來 呂泰宗 當然我覺得 他的個性很好 然後我也很喜歡這個故事 這種劍機 我們不管你個性怎麼樣的話 我覺得愛許可能真的就是 能幹的平凡人 溫溫情情的跟那個 危險病傷 因為他們人都很好 狂野的機當中裡面呢的 家庭飼養機 然後他們是放山機 然後有一些是 可能在雪山上面的放山機這樣子 好老一等級 對 我覺得我可以分四個等級 第一個等級就是 家眷機 就是剛剛我講的 飯鍵佑愛許跟全彩線 油肌也是一般 他真的是裡面光影化最好的 對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的油肌 很很油亮 會讓小兽覺得開心 但是不至於不舒服 我跟你講 男朋友就是要叫這種 讚 這些都是絕世勉強光 第二個是 三腳下的放山機 鍾琴湖的阿虎跟Jiggs 鍾在錦 然後我們一日間子的 顏太書 差不多到腹肌的那個等級 各有千秋 不錯 而且都很狂野 長得都蠻帥的 我覺得上位圈這三名 我最後公布好了 那第四名呢 我覺得他因為是 自己讀出一格 水邊細水 然後因為有游泳 所以他的體格比較胖一點 走胖路線的 就是有呂太宗 對 我們頒給他第四名 然後前三名呢 我真的覺得 停留五秒 然後大家閉上眼睛 我們要為這三個 小獸能忠心的 為他們祝福跟祈禱 覺得他們很偉大 這三名我會同時頒給 就是反正他們就是上位圈的啦 我覺得很難有人可以幹掉 當然那個2022年的第一名 真的是太厲害 我們分別給了 巨人竹新娘的 凱烏絲 蜜桃少年的 札英義 還有 薔薇與香檳的 凱薩 尤其是 札英大人的那個 這個青巾真的是畫得蠻好的 可是他的劇情就是 我覺得克肉就是很香啦 薔薇與香檳的話 故事也非常的就是精彩 再加上這個爵士好武器 難怪大家會這麼愛他呢 然後巨人竹的新娘也是很甜 而且還有出動畫 所以大家都是還蠻好入門的 這三個呢 就是我們2024年的 恭喜三位得主這樣子 不分宣誌啦 2024已經到這個高度了 已經到這個高度了 那我們2025不知道 可能可以到什麼程度 如果大家看喜歡的話 要多幫我們就是留言 然後按讚 一定要按讚那個影片 因為現在其實YouTuber有推出一些 樂推的那種功能 那YouTuber就會幫我們把這個影片 給擴散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這些雞的存在 那也不妨呢 在下方就是留言跟我們講一下 你們心中Top1的金雞 到底是給誰呢 最後也不要忘了幫我把影片按個讚 分享出去給你所有喜歡 這個要想什麼 喜歡吃雞肉飯的朋友們 然後還要訂閱我頻道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是Nikki 我們就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